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从高到低 评估评论数 上架新品等因素对产品搜索结果排序 所以我们再填写listing 设置价格方面也要注意这块的流量 四 活动推广流量 主要为两类 亚马逊自己挑选产品的推广活动 卖家根据条件自己申请参加的推广活动 一 亚马逊会根据近期平台产品的热度及市场畅销趋势 一 策划产品推广活动 主要是亚马逊自己从平台上挑选优质的产品 在站内帮助产品做进一步的推广 此推广活动不需要卖家申请 二 亚马逊自己会经常举办活动 并向部分符合条件的卖家发出邀请信 有需要的卖家可以申请参加推广活动 另外 对于Best Deal Lightning Deal和Today's Deals等秒杀活动 卖家还可以通过招商经理申请报名参加 二 站外流量 站外流量渠道非常多样化 主要包括 站外deal网站 SleekDeals Reddit Kindra HateDeal等 SNS Zasbook Instagram Pinterest Twitter等 论坛 博客 视频网站 YouTube 独立站引流支付端口 产品包装和链接 面对这么多渠道 很多人既想抓住 又很茫然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站外流量比较好 站外引流其实并不轻松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针对中小卖家而言 我建议你先做好站内流量 稳定销量后 再开始考虑站外流量 符合以下条件的卖家可以考虑做站外引流 Listing 区域成熟 对于刚进入Amazon的小卖家 Listing本身的优化一定要完善 销量 评论数 店铺绩效指标等都一定要有基础 特别是销量也需要在区域稳定的状态下 然后考虑站外引流获得更大的突破 产品优秀 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产品质量要好 电体丰富 价格合理 才有可能在抢占站外流量中分得一杯羹 库存充足 对于火爆的产品 做站外流量销售量惊人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保证库存的充足 产品断货对一个Listing的伤害有多大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选对时间 一般来讲 在重要的节日做站外流量 情况会好一些 节假日大家的购买欲或者购物需求 乘报发是增长 针对产品的节日属性 大力推站外 效果会是半功倍 对于亚马逊流量这一块 流量占比最高的还是 搜索流量和BSR类目销量排行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非常热衷于关键词上首页和争取做到类目Top100 抢占Deathseller的重要原因 但是其他流量大家也不要无视 特别是针对小卖家而言 你抓住了别人不关注的点 有时候恰恰是抓住了你取胜的机会 三 如何实现站内关联流量 站内产品关联有两种模式 自己产品和自己产品关联 自己产品和别人家产品关联 能否做到和自己产品关联 这个我们从选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 产品是否具有互补性和拓展性 互补性很好理解 比如店铺里既卖车载充电器 又卖手机支架 这样客户组合买的次数多了 是不是会容易出现关联呢 拓展性是指产品的变体是否多样化 或者店铺同类产品是否丰富 变体越多 给客户的选择性就越大 比如客户今天在店铺买了一个红色的手机壳 发现质量不错 又想要个黑色的手机壳 这样的客户多了的话 黑色和红色手机壳就会产生关联流量 出现在买了又买模块 另外 要多设置促销计划 店铺产品搭配促销 会出现在frequently bought together 也是形成了购买关联 如何与别人的产品关联 这里主要讲一下如何通过广告进行关联 刚刚我们讲listing详情页面下面 有个广告关联部分 首先 你要找到想做关联listing的关键词 主要是这个产品的长尾词 字幕提供